9月21日消息 近日,广州恒大的葡萄牙语翻译公耸透露已离开工作8年的恒大俱乐部,公耸晒出照片。 这八年他跟随恒大获得15枚金牌,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0%的中超球员,即便在恒大镇中也持有政治,高林能够匹敌。 恒大翻译公耸从2010年到2018年,公耸见证了恒大王朝,从楚创一路走到巅峰的全过程。 他是这支依然年轻的球队中资利益最深的翻译,也是中超球队里最知名的翻译歌。 而离别之际,公耸展示了挂在自己家墙上的恒大冠军奖牌,八年里他收获了15块金牌,甚至超过了90%的中超球员。 曾经在巴西留学的公耸从2010年加入恒大担任普宇翻译,正好赶上恒大王朝起步阶段,当时球队主帅是韩国人李张珠,当时公耸只有21岁,对李一个月给他5000元薪水。 从2010年到2018年,公耸见证并参与了恒大王朝的缔造,他与外援穆里奇、孔卡、保利尼奥、埃尔克森以及前主帅斯科拉里、前总经理刘永卓等人都有过很多的趣事,猎豹穆里奇是公耸合作过的第一位外援。 但这哥们性格和普通巴西人的热情不一样,不喜欢接近陌生人,但熟了之后会很信任你。 2010年和陕西产霸比赛,当时队里还没给球员提供球鞋,需要自己准备,穆里奇让公耸给他买双新球鞋,结果他在淘宝上买了一双,训练没问题。 但,一打比赛整个侧面都裂开了,穆里奇跑到场边说,换鞋,换鞋,你买的这鞋,都开了,花了五分钟换上这鞋继续比赛。 恭耸表示自己很幸运,因为作为当时队内最贵外员,穆里奇并没有把这当回事,还安慰他是运气不好。 穆里奇他曾经往返60个小时去巴西街老头斯科拉里,和这位教练感情深,他透露,斯科拉里平时非常朴素,带着妻子逛街会去街头小店,吃一份15元钱的冰淇淋,而不是星巴克。 恒大俱乐部还曾经为斯科拉里准备将近豪宅,四个房间的大公寓,有大落地窗和大阳台,斯科拉里却拒绝,我和老伴两个人住,这么大的房子干嘛,宁可住小一点的房子,更实际一些,其实一年房租多处十万对俱乐部负担不大,这还是关系到个人素质的问题。 他不去贪图这种便宜,人活到一定的境界,他活通透了,活到极致了,一定是朴素的。 斯科拉里还私下透露,当初来中国他最想执教的球队不是恒大,而是中国国家队,如果让他带国足,一定能够取得从未有过的成绩。 斯科拉里刘勇卓每次开赛前动员会,最后一句话总会说,这场比赛我们要赢,你们有没有信心? 队员们回答有,久而久之,所有外员也学会了有没有信心。 俄罗斯世界杯上,保利尼奥代表巴西队,参加赛前发布会,一名央视记者,用中文问他,你有没有信心? 保利尼奥当时似乎没听懂,是后宫所问保利尼奥,还记得,这句中文吗?巴西人说,我记得,就是突然有点愣,没想到这记者是在说中文,还以为他在说英文呢?保利尼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